本週的名詞穿搭 由時尚大師Roger 以及法系師Andy 為大家演藝穿下造型 今年席捲時尚舞台的 東方蜂巢 這兩位老師都認為 不容忽視的重點 我覺得中國風東方元素 今年會在很多不同的 設施上面會看到 比如說他們會把 中國一些剪裁 去把它用現代西方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設計 還有加上很多一些圖騰 東方的圖騰 這些都會在不同的設施會看到 而這樣的風格在穿搭上 軟絕建議 不妨可以利用比較內斂 抽象的方式來呈現 像我們在開箱子穿 也有長版的 但其實像SIM很棒很棒 我們有收鞭 叫我們簡單的一件長衫 然後配一個比較緊合的鋪子 它對我來講 我自己覺得它有一點點產業 有一點點東方的元素 此外穿上男裝少不了的短褲 也是Andy很推薦的喔 短褲的配搭 會有很多千奇百怪的 配搭的方式 可能很紳士啊 裡面會很寬的 然後再配上短褲和涼鞋 這些都會在今年 今年的春夏會看到的 而以往常見 用於女裝的蕾絲 辭職等 今年則大量出現在 男裝的設計上 這樣的中興風 在本季也很夯 Roger建議 可以從剪裁和柔軟面料下手 從細節當中來變化 我覺得時尚不應該是 比人太遠 應該要過時尚生活面罩 那如果各位真的對時尚的興趣 多看一些剪裁 看看人家怎麼穿搭 另外兩位老師都推崇層層次穿搭 Roger著重剪裁與面料選擇 從細節上穿出 與眾不同的層次感 而Andy則以皺褶 垂距感展現另外不同的風情 但他們都建議大家 不要盲目追求流行 找到適合自己風格的元素 融入在穿搭中 才能穿出屬於自己的時尚與態度喔 就趕走